丹州市紧紧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 把人才摆在重要战略位置 通过实施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 培育人才根植丹州沃土 围绕医疗教育文体等各大领域或产业聚才引致 丹州近日举行引进人才集中签约仪式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丹州市民族中学等用人单位 现场分别与五名引进人才代表签约 2020年以来 丹州不断完善人才落户 购房 子女入学 配偶就业 医疗保障等配套政策 在全省率先试点以货币补贴的方式 解决教育 医疗人才安居住房问题 先后发放各类人才补贴2057.03万元 同时设立人才服务单一窗口 为人才提供高效便捷服务 让人才引得尽 留得住 2020年丹州还出台丹州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办法实行政策 大力推进系列招财引致活动 特别是2020年3月 丹州在全省率先开展海南自贸港面向全球招聘人才活动 收到了简历14万多份 录用人才5949人 其中100万年薪以上的人才7名 30万年薪到100万年薪的人才157名 每个人才团队安排了两名专员进行跟踪和服务 发现人才团队的诉求及时协调相关部门进行解决 一项向关于人才引进 培养和服务的有力举措 让各类人才投身丹州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 2018年4月13号以来 丹州市新增人才1万1238人 建设重点人才团队15个 为丹州打造西部中心城市 实现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治理支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